在遥远的须弥山十方法界里 有一个神奇宝盒 这个宝盒打开 会有很多宝物跑出来哦 真的吗 这些宝物可以增长你的智慧 让你更聪明呢 不要这么神奇哦 我带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包括有电视红法 十方新闻 健康美食 生活法律 台语天地 自愿之美 哇好精彩哦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看得到呢 很简单啊 打开电视用遥控器 就可以搜寻到 一朵象征莲花 展开的频道 就是十方法界 在遥远的须弥山 上有一座道场 住着一位老后商 面容很慈祥 还有顽皮小沙咪 名字叫乌光 老后商与小沙咪 全是否呢 无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